好的,我们现在讲一讲关于平衡恩典和律法,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帮助我们能够平衡,就是说,不就是用律法推动,律法是神的话语,律法没有问题,重要是是不是用律法推动, 如果律法推动的话,就是说你要做,常常都说你做什么,你没有做的话,神就有不好的后果,有惩罚,人很多时候就会,常常都是觉得压力,但如果是恩典推动的话,就会知道神喜悦我所做的,神喜悦我,我尽敬神,神喜悦我,尽忠神,任何我们做的都是我们神都喜悦的, 这里我写一些经文出来,让我们看到,神就是在基于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用恩典鼓励我们的,这里我们看到神如应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然后,出埃及记二续章二绝, 我说,越和我,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然后,才将使戒给他们,然后,在以赛数一章,这里讲到,他们是犯罪的国民,他们是,真的神必不喜恶的,当着罪灭的百姓,行恶的种类, 但,十八节,这里说什么了,越和我说,你们来,我们比起辩论,你们的罪,虽像诸红,必变成舍白,虽红于大年,也必白如羊毛,这句讲到,虽然,人不好,但,神就马上说,你来到我这里,就可以罪得圣满, 耶稣,虽然,这个经文,其实,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神,这个经文,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神,马太福音二十三,三十七节,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耶路撒冷,你常伤害陷阱,然后,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把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以前在旧约的时候,多次聚集,神的儿女的是,耶和娃,但现在,耶稣说,是我,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耶和,耶和,耶稣是耶和娃,这是神是上位一体的,在旧约圣经也是这样,这里也讲到,虽然,神看到,以色列这么大的罪,但,他的心里面,这是充满暗点, 这是说,我还是愿意聚集你们,还是愿意,去怜悯你们,这是你们不愿意 然后,这个是彼得,彼得,因为耶稣吩咐他,捕鱼,然后他捕了很多鱼之后,他马上知道,在他面前呢,是从神来的 当时,他可能还未知道耶稣是基督,但他肯定知道,他是从神来的 可能是先去,我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耶稣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就看到耶稣这种接纳,不要怕,不用担心 就是,所以耶稣不是说,啊,你是罪人啊,你不配,而是说,啊,我,啊,我,啊,就是,我的心里,爱你,接受你 所以你,你,你来到我面前,我赦免你的罪,不要怕 然后,西门彼得,啊,快要否认耶稣,但耶稣就是说,我已经为你祈求 救你,我去试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这样接纳彼得,不是用律法,是用恩典这样推动 这个女人十二年显露的,她,啊,摸耶稣去犯了律法 但耶稣就说,女儿放心,你的心救了你 就是说,你是很宝贵的,我看中你的 所以这个,这个方面,去讲到神的恩典和属性 不但是表面讲的 可以怎样讲,人能够很感受到神的爱 这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说,啊,我信了耶稣还是做得不好 但耶稣说,儿子,女儿,不用怕 不用怕,不用担心,你的心救了你 就是你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帮助我 神就接纳了,神就这样接纳我们 但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而且信了耶稣之后 还是软弱的基督徒,耶稣也是这样接纳我们的 这个,行人时被做的女人 耶稣也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这是她给她机会 现在我去讲得很快,因为刚才已经讲过 我基本上是说什么了,圣经里面很多经文都是,你看到都是用恩典推动的 耶稣也说,我所做的事,信我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较更大的事 然后,然后我解释这个应用出来,整个应用出来 很多人很想很快改变人 他们就用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去批判 你没有祷告,你没有倚靠神啊,你的罪影响你啊 你太担心了,你别人影响,都去指责 另外是直接吩咐人,你要祷告,你要赞美主,你要不要担心 你不要再犯罪,你不要女人,不要被人影响 都是,很多时候都是,大部分都是律法 这两方面都是律法 批判是律法,吩咐也是律法 律法吩咐我们做什么,是好的,是对的 重点是能力从哪里来 能力不是从律法来 如果从律法来的话 人就会觉得很多要做的事情 但如果是从恩典来的话 神有很多奇妙的计划 为你预备好,已经准备好 祂在你生命中很大的预备,很大的恩典 有奇妙的计划 人听到,就会觉得我的生命是宝贵的 神必定祝福我的 当人常常都是用律法的时候 对方会觉得被伤害 就是说,我没有做 但其实我有做啊 我有做了好的地方你没有看到 或者是觉得被轻抗啊,有压力啊 或者是觉得对方唠叨 唠叨,就是说话太多了 然后对方会抗拒 质疑和抗拒批判他人 就未必改变 人容易批判人的原因 为什么容易批判呢? 因为不耐烦了 他总是不改变 不耐烦就容易骂人了 而且不能接受人有问题 人,其实所有人都有问题的 所有人都有问题 但很多人就去不能接受 为什么基督徒会这么软弱 为什么基督徒会犯罪 为什么传道人也会犯这些罪 很多人都去不能接受 其实我也见过很多基督徒的问题 也见过传道人的问题 为什么我接受了? 因为我明白我自己也是有罪 我自己也是 生命中也是不完美 是神改变我 所以我现在尽力对付罪 我以前没有生命改变之前 我对付罪的程度 不是很强的 不是这个动力不是很强的 这是允许很多罪的意念在我里面 这是人都有罪 都有软弱 所以当我接受的时候 我不会发怒 我看到人软弱 我就说 这是正常的 虽然是不好 还是正常的 所以我不会有很大的 很大的怒气 其实有些人攻击我 你不要以为我是 常常都是遇到好人 我的生命中很多次被人伤害 很多次 我经历伤害很多年了 长时间 在这个长时间的伤害之中 我是学到怎样不被人影响 常常抓住神的恩典 依靠神的恩典 不将人的问题放在心上 我接受人就是会犯罪 不要觉得是不能相信 这是事实 所以就有怜悯的心 但很多人没有怜悯的心 就是说 很多人告诉我 这个教会里面有人伤害我 我不能接受 我很 有大怒 我很愤怒 我不能接受 但我说 其实我见到每个人都有问题 如果我不能接受人的错误 的话 每个人都有问题的 当然 而且是用自己的标准 量度人 我 我不能 不是 我没有被他影响 你也应该 我能够 传福音 救很多人 你也应该 我能够对付这个罪 你也应该 这是用自己的方法 量度人 或者是以为批判有效 很多人以为 骂他 其实骂人的确有很坏的果效 不要动 他马上不敢动了 不要骂人 他马上不骂人 但 是不是他长期这样呢 未必是这样 就是一下子他怕 所以停止 但如果长期的话 长期他知道神的爱 他就会能够对付 其实批判人带来负面的果效 是不好的 而且 就是能够改变人的时候 产生被律法推动 而且是缺乏喜乐的人 常常在律法中侍奉人 都是很少喜乐的 也许常常批评人比较 不会觉得很轻松啊 释风很轻松啊 不会这样 因为他觉得 需要很努力 我也是努力 但我去轻松努力 我去喜乐努力 为什么呢 我知道神喜悦 我知道神会我预备 所以我轻轻松松 做每一样事情 我去轻松的 做每一样事情 我不觉得是有压力 我越没有压力 我越轻松 果效越强 我讲到 越轻松越喜乐 人越感受这个喜乐 越批判人的人 人都会惧怕 就会有压力 另外我们需要明白 这些言语 有上层的信息 有说的言语 然后隐藏在背后的情绪的言语 的信息 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 就是有些人 他们发露 他们说 我没有不关心你啊 我常常都关心你啊 这个语气 就是说 你控告我没有关心你 其实我有关心你 其实这个背后的信息是什么呢 背后的信息就是说 你没有接受我 你批判我 你 你们拍照片 拍照片 就是里面有一种批判 我帮了你很多 我常常帮着你 你没有看到 这句话其实 就是一种批判 就是说 你 我帮助你 你没有看到 你 少看 我为你做的 很多人说话就是这样 在律法中 都是这种语气 很多人讲到 很容易会这样讲的 你们的要悔改啊 你们来到神面前啊 都是不冷不日 都要悔改 这种语气 很多人都接受的 但有什么后果了 他就说 是的 我很多地方做的不好 所以我要做好一些 传道人都看到我的软弱 我都是软弱的 就是觉得 其实这个是很平常的 这种语气 有些更严重的 你们呢 不冷不日 耶稣要从他的口中 叫你吐出去啊 这种语气更强烈的 他以为很有效 因为人都惧怕 悔改了 耶稣赦免我 耶稣赦免我 有些时候 的确会产生一些果效 但长期 他就会觉得 我要做好一些 但我其实做得不好 就会 很大的压力 也觉得 很难有喜乐 很难得到这个标准 但如果我们说 我们的确是软弱 是不冷不日 神看到的时候 神关心你的 神很想提升你的生命 很想帮助你 很想更新你的生命 你来到神面前 你来到神面前 推一推一趟 因为这个很重要 推一推一趟 因为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们这样说 神看你是很重要 你在软弱的时候 所以你觉得 很难有热心 所以你不冷不日 所以你没有力量 神看到的 神看到神 他很想帮助你的 他很想给你力量 让你知道 跟从神 侍奉神不是很难的 不是很难的 当你开始说 耶稣我需要你 神就喜乐 神就马上回应 马上给你力量 我还是讲出这个问题 但我讲很多神在做什么 有没有看到这个分别 这个就是需要学习的 不是但是一句话 不冷不日 神要恕你了 现在你开始悔改了 开始尊重神了 这个就是一句怜悯的话 一句恩典 之后就是要做什么 但当我人听到 不冷不日 但神关心你 不要轻抗你 你的生命很重要 很宝贵的 你可以被神大大使用 但你相信神的大爱 活在神的大爱中 他就在你生命中 做伟大的事情 他要改变你 他要改变你 使用你 你的生命的提升的程度 去到很高的层次 你想不想 你可以的 你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 是不是人会觉得 更容易 是不是 其实神给我一个教导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但有些人说 怎么不难呢 怎么不难呢 这肯定是很难很难 为什么是不难呢 有什么可能是不难 但我这样说的 我会这样说 当你悔改神 马上喜悦 当你亲近神 祂马上祝福你 祂马上加力量给你 祂马上陪伴你 你 这样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祂 常常看到你任何的努力 祂都很喜欢 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 讨神的喜悦不难 虽然完美很难 很重要 完美很难 但你可以向着 这个完美的目标 我是向着这个目标 我是不是完美 我不是 我还有罪的意念 但我尽快几秒钟就处理 几秒钟 有怒气 有亲开人 马上处理 有什么不好的意念 误会的意念 马上处理 这个就是得胜 得胜不是完全没有罪 而是有罪的意念 马上处理 而且我们可以相信 我这样处理罪 神就很喜悦 神在笑 我也笑 哈哈哈哈 就很轻松成长 但另外的方法是这样 你要做 你要做 你要悔改 你要努力努力 每天努力 很多时间 亲近神 祷告 很多时间传福音 很多时间帮助人 也许 这样的人去改变 但这些人觉得 我要整天 整天去做 要完全的投入去做 不能放松 不能轻松 就觉得 不能喜乐 就觉得 其实 耶稣是说 一杯凉水 我都必定赏赐 所以神是说 你这时候 我需要你的帮助 神就很喜悦 就变为喜乐 是不是 所以这里 我说到这个言语的 上重信息 你看 上面这个图画 这个上面的图画是怎么样的 这个图画就是 其实这个母亲 对这个女儿 你看到她的手 也去摸这个女儿的面 然后传递 你做得很好 你很乖 你会考试好得很好 她隐藏的心思是 我看中你 我很喜欢你 你去宝贵 我想问你一下 你讲到的时候 令教友觉得 你去宝贵 她去宝贵 还是觉得 她做得不够好 其实我现在 也是在改变你们 但我是很轻松的 因为我知道 神的话语有能力 神的恩典有能力 神看中你 神很想祝福你 神想提升你 你的生命会 去到更高的层次 只要我们脱离 这个律法的捆绑 不许不正宠律法 我正宠律法 但我不许被律法捆绑 所以我正宠 我是在神的恩典中 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 侍奉神 这样的话 我说的话都带着 一种正面的情绪 轻松喜乐 也是微笑的 哈利路亚 好了 我们用恩典鼓励人的时候 都是怎么样了 是 让我看一看能不能够 对不起 对不起 能不能够将它 再放大一点 那里面可以看得不清楚 你放两个会不会重叠啊 在那个录视频里面 不会不会 不会啊 视频就是 视频里面看到哪个 是里面那里面 里面那里尝是吧 是的 你很厉害 你要教会我用真的教多久 我们每个星期都用 这样子啊 好的 这样的话就比较大了 用恩典鼓励人的时候 是怎么样了 这个句子有神在前面 然后后面是我们 中间是帮助恩典 这里你看看啊 神引导你去得依据 当你亲近神 这个是然后当你尊重的时候 他就依据你 这个是最简单的恩典 神引导你有伤害 神引导你去 感动你去受接受 依据 亲近神的依据 当你亲近他 他就依据你 神的同在带来安慰 当你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安慰你 首先讲到神的属性 但我们可以解释更多的 神其实看到你受伤害 他的心很伤痛 神在天堂充满喜乐 天堂人没有忧虑 没有烦恼 他很想地上的基督徒 也是充满喜乐 但地上基督徒 有多少是轻松的 有多少是开心的 心里是完全得意志的 其实不多 很多基督徒 都是受了很多伤害 被人伤害 自己伤害 自己批评自己 我现在是更形容神的恩典 为什么我能够形容 因为我常常欣赏 神怎样意志人 安慰人 我常常自己经历 我看到别人经历 我为人祷告 他们经历 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学生 为人祷告 他们也经历 所以我知道神很真实的 很想意志 我会更形容神的恩典 当你听的时候 你听到 哇 神现在关心我 祂很想 现在就依赐我 安慰我的心 当我福音神 依靠神 神啊 我需要你依赐 祂就开始做工 我们越放下烦恼 越进去神 神就同在 就越临到我身上 好了 下一点啊 神为你预备很多恩典 当你祷告 神就这样恩典赐给你 如果我形容更多的话 是这样的 神在天上 已经为你们写了 在生命册上 神啊 你所定的日子 尚未度于日 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 每一个人都有 他已经写了 很多奇妙的计划 也有奇妙的预备 奇妙的安排 奇妙的配合 奇妙的同工 奇妙的恩赐 供应 所有都已经预备好 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 我因为常常心想神的恩典 所以神给我很多 很多意念 我感谢神啊 我们去到天堂 神不会说 对不起啊 我忘记供应你的需要 所以你侍奉 老是没有火烧 因为 我忘记 这样供应赐给你 所以你 你总是 很贫穷啊 很辛苦啊 我觉得神 不需要 有一天 向我们道歉 祂也不需要 对我们道歉 你上次的时候 我没有陪伴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忘记 我太忙了 听你要说 我很忙的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我 我管 管了其他人 我就没有时间 帮助你了 神不会这样的 神不会忘记了 神会 每一个人都是 祂的羊 祂抱着我们 拥抱我们 所以当你祷告神 神就很喜悦 这一点很重要 很难 是这样说的 你要努力祷告 恳切祷告 日月祷告 神某一天 就会回应你 这样的话 就是好像你的努力 你是努力 祂强调 是人的努力 很多人都教导 强调人的努力 我是这样说的 神有很多恩典 已经预备好了 当你来到神面前 说神啊 我需要你 神就很喜悦 祂就在笑 祂就说 我乐意赐给你 但有些人说 神不是很快赐给我啊 我很多需要的钱啊 他没有 没有钱没有来啊 有些时候神需要我们学习 依靠 我也经历过 长时间的困难 长时间的被逼迫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更依靠神 我每天依靠神 就有平安喜乐 就有力量 虽然供应 不是马上来到 但有一天 慢慢 一天一天来到 神的帮助 不会一天就来过 都是分开来的 但我们依靠神 我就学习看到 神的美善 所以我知道 我依靠神 神必定祝福 所以你看到 我形容这个恩典 是用各样的智慧 可能你说太难了 你就想一想 神怎样在你心中动工 怎样安排 例如我说 我很想侍奉神 很想将这个教导传开 就是因为老训 也是另外一个领袖 这个领袖告诉他 这一天 要不需要来 你要听一听他 起初 不过要说 不要说地点 然后 他起初的时候 他不太相信 后来圣灵 对他说话 多次 三次 行吗 三次 然后他才 看我的 为人祷告 然后他就 经历神的能力 这个就是神 不但是为你安排 是为我安排 这样我安排 这样我能够祝福你们 也是为你们安排 所以我看到神 这样奇妙的安排 我很感动 为什么感动呢 神顾念每一个人 所有倚靠他的人 他都顾念 是不是很美善 所以你看我 讲神的恩典 我越讲 越兴奋 越讲 你就觉得 哇 神这么美好 因为我从 生活中 见到神的美善 我看到你们的 现在的眼睛 怎样 集中的听 我觉得是恩典 为什么是恩典 是神 感动你 在你里面做工 也令你有笑容 一边听一边笑容 有些人听到是怎么样 都睡觉 但你一边听 你一边听 一边 被神感动 被神改变 这是我说 神啊 我是谁 我的恩典 是从神来的 我的心 真的很感激神 是神安排 也感动人 有这个心去学习 安排 我的心就很感动 我每一次看到人的改变 我就说 神哥你真好 真好 这样的话 我们的心就充满恩典 讲出来都是恩典 我也是鼓励人 我就说 神就安排 我们就珍惜了 我珍惜 我们经历去做 我经历去做 我永远不想 不想退休 刚才他说 二十年之后 他多大 年纪 他去想到 我能够做二十年吗 我告诉你 如果神给我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我都要 这是 为什么呢 我觉得很奇妙 神这么多恩典 放在我心中 我觉得不想停止 这是神 你给我多长时间 我就 我就传 传你的恩典 多长时间 让人都被神的爱感动 接着话 去从神来的动力 没有压力 轻轻松松 所以你 从头一分钟见 我都是轻松 你们也可以的 你现在很多工作 但神看到 神知道 我们需要安排 时间 不需要做所有工作 有些工作 我也放手的 我也 我请他们的 我们的同工去探访 我不能做所有工作 没有 我要做 神护照 我做最重要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 我们也要教导他们 最重要是什么呢 我能够训练你们 提升你们的生命 这个是我最重要的护照 这样的话 他们就明白 就释放你的时间 也在教会训练很多人 你去探访 神就大大祝福你 他们就探访 然后后来探访好了 将来做传达 就一步一步的提升 这样的话 我们就说 神为我有奇妙的计划 这个第四的部分 这个 神明有奇妙的计划 当你尊重神 带你进入这个奇妙的计划 但我不是讲一句 神在你生命有奇妙的计划 我会说 也可以比较 有些手可以反面 反面的比较 好的计划和不好的计划 怎样比较 好的计划和不好的计划 有些有钱的人 为他的儿女预备 预备钱啊 预备学校啊 甚至有些预备将来的老婆啦 他以为这样的 这是对我的儿女最好 但想不到 他的安排未必是最好 他的儿女因为太多预备了 预备了太多钱了 就随意的花钱 就变为一个 没有爱神 没有爱人的人 但神的计划是最好 他有很多恩典 也有很多操练 很多操练我们的生命 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 能够吃苦 但同时能够享受神的生命 享受神的爱人 也供应我们 也为我们具备很多的机会学习 很多我的学习 不是坐下来听到 而是有些我观察人 他怎样侍奉 我就说 为什么他能够 侍奉这边有能力呢 我就问自己 我可不可以这样 自由轻松呢 我就学习他们的自由轻松 很多方面我都学习 这样的话 就去珍惜我们有的机会 都去神所预备 神已经知道 神已经知道 今天你参道我谈旗 神已经知道 你看到我怎样 我们怎样带你敬拜 为人祷告 圆经的圣灵 神已经安排你 今天可以听到这个恩典的教导 神已经预备好 但我们说神啊我要 经我的恩典 你就一步一步经历 这样的话 我们学习惯了 你说话 人都喜欢听的 如果你回家 对你的老公老婆 和你说话都是这样 他说 爸爸妈妈 今天为什么你马上改变 改变这么快 以前你说话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今天你说话这么温和 这么温柔 你说话令我很舒服 你想不想这样改变 你的教友说 你跟以前已经不同了 是不是不同了 耶稣是柔和谦卑的 耶稣不是强硬的 所以我们学习耶稣 柔和谦卑 好了 这里 也讲出 我写出 神主动开始的恩典 有两种 恩典 一种是 神主动 赐给我们的 另外一种是 当我们 遵从神的时候 神给我们的恩典 其实这个 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 神主动 开始的恩典 是什么 他拯救我们 更新我们 这个是 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已经做了 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 他已经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然后他已经 接纳我们 赐能力给我们 我们恩赐 带领计划 已经所有预备好 然后 神下一步 他感动我们 赠从和赐给我们力量 去赠从 他不但吩咐我们 赠从 感动我们 赠从 他赐我们力量 感动我们 去悔改 感动我们 去亲近神 爱主 带领我们去 侍奉神 赐力量 去会去 侍奉 然后第三个部分 是当我们 侍奉神 当我们悔改 爱神 亲近神 侍奉神 侍奉神的时候 神就 喜悦和赦免 神就 纪念和赏赐 神赐更大的 智慧能力 神提胜 我们进入神的计划 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第一个部分 这个是 是将这个恩典分开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是我们还没有 做任何事情 他已经做了 所有基督徒 他都做 每个基督徒 他都有预备 他都有 感动 带领 然后第二个部分 是他感动 我们去尊重 所有基督徒 都有 重生得救的 都有 但很多基督徒 没有回应 或者是 回应太少了 没有回应 就没有进入 第三部的恩典 其实 圣经里面 说到的 恩典 祝福 首先 是无条件的 是耶稣为我们死 这个是无条件的 圣灵会感动 神赐我们圣经 这个是无条件 赐给所有人的 但圣经说 很多恩典 都是当人 回应神的时候 知道 当人悔改 信主 祂就将圣灵 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尊重神 我们就是建立在 盘石上 我们爱神 甚至为我们预备 眼睛会成看见的 恩典 这是当我们 回应神的时候 但不要以为 是我们的 尊重带来 祝福 是神 已经预备好 祝福 也感动我们 当我们 回应神的感动 的时候 才进入第三层的恩典 这三层恩典 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 但很多基督徒没有 为什么呢 他们没有 亲近神 没有尊重神 所以家中常常吵架 有些基督徒说 为什么我现在要说 还需这样 吵架 还需这样 不开心 烦恼 没有人喜欢我 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 没有人喜欢他 他做什么都失败 为什么呢 他没有恩典 没有爱人的心 没有尊重神 所以没有后面的恩典 但我们讲恩典的时候 不要单讲这个第三个部分 我们应该讲第一第二 然后当我们尊重的时候 第三个部分 第一 就是我们还没有认识神 神已经预备好 祂已经主动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然后第二 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教神 就感动我们了 就改变我们了 就在里面改变我们 然后第三种恩典 这是当我们福音神的时候 更大的恩典 就临到我们身上 当我经历神 这么大的恩典 我不想再懒惰 我不想再 就是不努力 所以我很努力的 我整天 刚才你说我累不累 我告诉你 我在我的家中 我整天 不去帮助人祷告 敬敬神 我都去在写作 我都去写很多资料 这个就是 我努力 我不浪费我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神给我们 很多恩典 所以我很有动力 哈利路亚 明白这三点吧 这三方面的 所以我们不断去告诉人 第一方面 应该说 很多就是告诉第三 你信靠神神就祝福你 你爱神神就祝福你 就是你要做什么 没有说 你没有信靠神神 已经做完了工作 然后祂去感动你改变 当你回应祂的感动 祂已经很喜欢 好的 我们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